我们再来看 如果在三角蛇基础之上 我们看它这个蛇尖是高突的 它的蛇两侧的上至部位是窄缩的 是一个三角蛇 但是它在三 我们讲的三角蛇是蛇根是宽的 它这个蛇根窄下去了 它中间是宽的 就像一个菱形一样 像上面一个三角形 下面一个三角形 这一种我们管它叫菱形蛇 菱形 三角蛇是以蛇尖瘦 蛇根宽来命名的 还有一类蛇就是在三角蛇基础之上 先有蛇根的瘦削 像菱形 像上下并排的一个三角形 两个三角形 我管它叫菱形蛇 菱形蛇它的主的病理 它的病理和三角蛇是一样的 它有一点不同的就是 它除了上胶的这个肝血不足之外 它还伴有下胶的这个亏虚 因为我们讲了凹陷是为虚的 它既然蛇根是窄素和凹陷的 那么的蛇根是虚的 那么蛇根是哪里呢 蛇根是下胶由肾所主的 它就代表它就比三角蛇多了一个肾虚的表现 尤其是它这个蛇根后面这个两边 是下肢部位的这个反射区 我们它在上胶 上肢部位的窄错 它是上肢的疼痛 如果它在下肢部位出现凹陷的 它是下肢的疼痛 它不一定疼得非常明显 但是它一定会有腰吸酸软的表现 它可能疼得不厉害 但是它必然会发软 酸软 因为它是一个虚症嘛 因为这个食症呢 它的疼 它的痛势比较明显 起病级痛势明显 这个虚症呢 它是痛势奄奄 酸痛 疼得厉害吧 它又不厉害 但是呢 就是不舒服 这是一个虚症 它是奄奄的这种酸 酸软疼痛的感觉 治疗呢 肯定是就是以这个滋补为主 以补肾培缘 养肝血为主 你像牛膝 怀牛膝 穿牛膝也可以 血断肚重 鹿角胶 龟板胶 这个狗棋子等等 都是可以治疗的 包括熟地等等 这也是菱形蛇 出了三角蛇的症状 颈肩痛 胃炎 口炎部的不适 颈肩 然后下盘亏须 腿软 疼痛 此老者乃为菱形蛇 所以有四肢的疼痛 此外呢 如前所述之症状 颈肩背痛 都比较明显 上寒论曾说 太阳病像被降几几 无汉物风 葛根汤住之 反汉处物风者 跪之 加葛根汤住之 急几者 身顿之冒也 动则深井 摇身而行 像被降者 动则如之 蛇之要之 法此刻意 这一种蛇行呢 如果是颈肩痛 或者后背痛 四肢痛 等出现问题的 可以用这个 葛根汤为主来治疗 尤其是 因为葛根汤 它的主质呢 就是向背降几几 也就是颈部 肩背部 包括腰部 它不舒服 可以用葛根汤来治疗 它是疏通这个膀胱经的 再有呢 可以根据疼痛的部位 来加药 比如说 如果是后背痛呢 可以用枪活 肩背痛呢 上肢痛可以用姜黄 以及丧枝贵枝等等 并在腰呢 腰部疼痛呢 可以用肚重 这样一些 补肾撞腰的一些药物 然后在臀部呢 可以加小茴香 在腿部呢 可以加牛膝 有穿牛膝和怀牛膝 穿牛膝偏于活血 这个怀牛膝呢 偏于补肾 如果是发软的呢 你就用怀牛膝 因为它是补肾的 补滋补的功能 更强一些 如果是瘀血中的呢 疼痛中呢 你可用穿牛膝 它通经络的这个作用 更明显一些 即便在脚趾 或者是手指 这种细小的关节处 可以用细心 因为细心呢 它是无微不至 它最爱在那个细小的部位 去钻 去疏通 所以呢 在这个手指脚趾 这些特别细小的 这个关节处 可以用细心 僵残 等等 它们都有这样一些功效 3 词 记起码 雨 combine 感谢观看